正好这里有一台新的汉兰达和老款的汉兰达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对比很直观 看一下这两台两代的汉兰达在整个外形上的这种差异和区别 其实的话新款汉兰达在整个尺寸上包括轴距上都是有所增加的 但是两台车其实你从肉眼上来看的话 实车相比的话 老款的汉兰达从气势上来说的话一点都不差 然后一点也不输 甚至我认为如果说你的岁数会稍微连涨一点的话 也许这两种外观可能还会喜欢老款汉兰达要多一点 因为老款汉兰达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话就是非常的稳 非常的厚重四平八稳的 尤其是这一台是中期改款之后的一个前脸 整个非常巨大的上面一个梯形下边一个梯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种三角的这种珠网 看起来给前脸的这种视觉感是有非常的厚重 所以呢老款的汉兰达卖的很好的原因就是它整个外形它虽然没有特别大的亮点 但是它给人的这种中大型SUV的这种这种体态感稳重感它是给的非常的强的 非常的到位的 从整个车身的侧面来看的话新款的汉兰达它其实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和亮点 而前脸新款给人的感觉最大的感觉就是会变得的确会年轻 更时尚一点它的整个中网的话这种蜂窝式的中网加上一个非意识的一个这种把logo 非意识的一个镀钩的视条 整个前脸的话会更科技更年轻更时尚 当然我觉得前脸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当然是它的灯组 LED的灯组它这种类似于矩阵式的排列有一点点像雷克萨斯RX的那种感觉和布局 看起来的确会高级感更强 当然如果说从车头的侧面来看 你可以看老款的汉兰达是一个下边有一点往前突出的 是一个这种感觉 而新款的汉兰达是前脸的车头更靠外 有一点往里收的往内收的一个感觉 所以两台车呈现的风格不一样 老款稳重新款年轻时尚 好侧面的话其他的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在于它的整个轴距加长了 加长之后车内的空间 其实我之前体验了一下车内空间 个人感觉变化不算特别明显 第三排依然还是只能硬机 车尾的话尾灯改变 相对来说更时尚更年轻 辨识度也更高一点 当然就是logo 现在全系都是混动系统 hyber 一个蓝色的这种点缀 好 我觉得从整个造型上来说的话 大家是更喜欢新款 还是更喜欢老款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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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